你见过男女混合的监狱吗? 这里的囚犯不论男女都睡大痛铺,共用浴室和卫生间,一言一行都被严密监视,毫无隐私可言。 对于漂亮的女囚犯而言,这里简直就是地狱。 故事发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,这里法治混乱,军民混战,官员们无法无天。 每天都有很多平民因为无中生有的罪名被抓进监狱。 几天前,小美还是一个千千小姐,可就是因为她看不惯,保安欺负平民,路见不平说了几句,就被当成罪犯抓进了监狱。 这所监狱是男女混合的,无论吃饭还是睡觉,洗澡还是上厕所,都是男女一起。 监狱里每天都在上演着猫鼠游戏,狱警官员们是猫,囚犯们是鼠。 狱警和官员们每天一言不合,就对着囚犯秃吐,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趣。 官员们每天的日常就是喝着香槟,看着监控,寻找自己的下个猎物,还经常在一起研究,讨论新奇的游戏方法。 他们的脑洞之大,把游与游戏都能比下去好几个档次。 他们把囚犯当小白鼠一样随意残害,草奸人命。 这里有先进的监控设施和防越狱设备。 很多想越狱的囚犯都是还没行动就被抓获,等待他们的是各种残忍的刑罚。 官员们还会把受刑的囚犯放到监狱的广场市中,以威慑其他囚犯。 渐渐的,囚犯们都不敢越狱了。 小美第一天刚来就被盯上了,因为她长得年轻貌美。 而像她这样的女囚,一来监狱就逃不了被残害的命运。 一个狱警走到她面前,用绳子勒住她,把她安在地上,然后开始解自己衣服的拉链。 小美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她不断求饶都没有效果。 一旁的小帅看不下去了,她用激将法讽刺狱警,成功把狱警引到了自己这里,保住了小美的清白。 但是,她就要受惩罚了。 监狱的规矩就是,有犯人受罚,其他犯人就要站在周围看着。 狱警们用这招来杀鸡静猴,等囚犯们全部到位,狱警们随便揪出一个女囚,让她背诵监狱法则,还一边比划着出拳吓唬她,以此扰乱她的思维。 等女囚一有停顿,狱警便对她一阵拳打脚踢,直到她再也站不起来。 人到齐后,狱警把小帅关在了铁笼里,在太阳底下暴晒,在她头上还有一个几百斤重的大铁块,她必须拼命撑着大铁块,否则稍不留神就会被压扁。 小帅已经精疲力尽,狱警们还不忘捉弄她,时不时地把铁块的位置下降一些。 看着小帅咬牙坚持的样子,他们脸上全是奸计得逞的音效,犯人们的伙食少得可怜,还要帮官员们处理食材。 眼镜男带着几个新狱友去帮狱警处理鱼肉,只见眼镜男飞快地捡起一些鱼杂就往自己嘴里塞,一旁新来的狱友看了都觉得恶心。 眼镜男却吃得饥饥有味,她已经饿了好几顿了,就算冒着被惩罚的罪名也要吃一点东西。 老泪一天过后,囚犯们都挤在公共浴室洗澡。 出来乍到的小美习惯不了,便坐在一旁等着人们散去,直到晚上,惩罚完毕的小帅被抬了进来。 小美看着她因为自己严重脱水,虚脱得连话都说不好,心里又感激又内疚。 她知道小帅肯定对自己有益,便大胆向小帅表示好感,还自告奋勇地说自己要照顾她。 监狱里有着360度无死角的摄像装备,这一天狱警又在监控旁边观察囚犯。 他们看到一个男人在除草时拿了一把刀,觉得他肯定是在谋划什么,便把他带到中间的空地上开始惩罚。 周围围满了囚犯,狱警们在男人脚上拴了两桶汽油。 汽油桶是圆形的,开着口放在地上。 狱警们开始围着男人,把油桶当作皮球一样踢,连着一起被踢的还有男囚犯,他拼命想抱住油桶,因为只要油桶里的油洒出来,男人便会性命不保。 但是他被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,站都站不稳,哪里还顾得上汽油,他被踢得面目全非,小美不忍心再看,把头转了过去。 小帅却又把他的脸转了过来,因为如果不看着,下一个被惩罚的目标就是自己。 最后汽油洒了一地,男人已经精疲力尽,坐在地上一脸绝望。 狱警们丧心病狂,直接把地上的汽油点燃,随着砰的一声,男人变成了灰烬。 囚犯们看到愈有愈害,一时间群情激愤,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。 晚上,小美在小帅的护送下来到浴室洗澡,小帅在门外守着,可下一秒,一群狱警就冲了进来。 小帅还没来得及喊叫,就被堵住了嘴巴。 一个狱警走进了浴室,正准备对小美做点什么。 小美不肯就范,集中生智,一招猴子偷逃,击中了狱警的要害。 他疼得躺在地上哇哇大叫,小美趁机逃了出去。 狱警们都在嘲笑吃了亏的狱警,竟然放过了小美。 小美仍然惊魂未定,小帅紧紧抱着小美安慰他,暗暗发誓,一定要赶快带着他逃出去。 监狱里经常举办狩猎游戏。 这次,他们找到了小帅级人。 游戏规则是,几个囚犯被官员们当作猎物追捕。 一天之内,如果他们能躲过追捕,便能获得自由,从监狱离开。 否则就任凭处置,直接点就是撬辫子。 这完全是一场生死游戏,但小帅还是答应了。 比起越狱,这样逃出去的机会更大一些。 于是,小美,小帅,金发女,眼镜男,冷淡歌舞人, 为选中参加这次的游戏。 预警们给他们,毅然发了一张身份卡,并向他们承诺。 有了这张身份卡,就可以在外面畅通无阻了。 囚犯们都有些兴奋,希望能死里逃生,摆脱噩梦。 第二天一早,几人就开始了亡命之旅。 信号一响,几人迅速逃到森林,跑得越远就越安全。 官员们还在准备着自己的装备。 眼镜男最倒霉,他直接跑到了平原上,一下就把自己的目标暴露了。 产车男和星星男开着产车,直接从他身上撵过。 幸好他命大,滚到了轮胎中间,才没有被压到。 但随后,星星人就下车了。 在产车男的支持下,弄折了眼镜男的脚,又故意放跑了他。 眼镜男在前面,拖着伤腿使劲跑。 产车男却在后面如履平地。 每次,眼镜男以为自己快要逃脱的时候,就又被追上了。 最终,他终于跑不动了。 星星人追上了他,一阵拳大脚踢,眼镜男就领了盒饭。 另一边的小帅为了躲避追击,选择了高难度且稳妥的方式。 爬到了一处高山上,但还是被拿着望远镜的老白发现。 老白抬起装备,故意打偏,像捉弄猎物一样捉弄小帅。 他就是让小帅在惶恐之中慌不择路。 小帅气得破口大骂,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,他拼命找地方藏身。 老白穷追不舍,坐上自己的红色皮卡往山下开去,准备在那里堵住小帅。 然而,小帅早已准备好了陷阱。 他在山头上堆了很多大石头。 等老白的车一到,便把石头全推了下去,车子就这样被堵在了路上。 小帅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逃跑。 冷淡哥喜欢掌握主动权,他先是在草地上踩出脚印,然后直接躲在了树上。 但玉井顺着脚印过来,趁他不注意便飞了下来,抢走了他的装备。 还把他绑在了树上,有了装备的冷淡哥信心飙升,他不甘于屈服,躲在树林伏击官员。 这时金发妹跑了过来,看着冷淡哥有了装备,便想抱住强者的大腿,和他一起合作。 毕竟人多力量大,但是冷淡哥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 他觉得,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累赘,自己单打独斗,胜算更大。 金发妹苦苦哀求,都没能让他软下心来。 两人分头行动,冷淡哥端着装备,躲在草丛里,瞄准了老白的小皮卡。 但随后,他就被骑着宝马的贵妇发现。 偏偏这里还是一片平原,只有几根可怜的枯草挡着。 冷淡哥被两面夹击,他们打得不相上下。 很快,冷淡哥的弹药便见底了,他也成了活靶子。 贵妇见状,便拿出弓弩,使出了阴招。 他一剑一剑往冷淡哥身上打,就是不击中要害。 看着他挣扎的样子,露出了阴险的笑容。 随后,老白开着皮卡,趁冷淡哥不注意,从他身上撵了过去。 片刻之间,就损失了两个玉影。 小美慌里慌张地逃到了一个深沟里,不远处,光头和大胖已经追了上来。 他屏住呼吸,生怕被看到。 然而天宫不作美,一条毒蛇突然钻了过来。 小美惊骇不已,只能逃跑,脚步声惊动了敌人。 光头和大胖立马追了上去。 在路上,恰巧遇到了被冷淡哥抢了装备绑在树上的玉井。 他们想把他救下来,却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机关。 玉井直接中了机关领了盒饭。 金发妹和冷淡哥分开后,躲在了山谷里。 剑迟迟没有敌人来,便放松了警惕,在河里泡澡。 可事情哪有这么顺利。 卫妇骑着宝马一眼就发现了他。 金发妹赶忙逃跑,卫妇穷追不舍。 他故意把剑打偏,在石头上不断擦出火花。 金发妹吓得花绒失色,躲在石头缝里瑟瑟发抖。 良久才反应过来要跑,他不停往前跑。 贵妇一路上都故意打偏,把她当成猎物玩弄,一点点摧垮她的意志力。 到了一处山谷,金发妹终于跑不动了,她连连求饶。 蛇蝎心肠的贵妇却没有丝毫心软,金发妹也领了盒饭。 最有希望获胜的小帅一路狂奔。 碰巧遇到了铲车男和星星人,被星星人一把拦了下来。 星星人利用强大的埋力,一下把小帅摁在树上。 小帅想反抗,可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 铲车男见状,开着铲车冲了过来,眼看就要一命呜呼。 微挤关头,小帅拽起树上的木棍,毁了星星人一只眼睛,然后迅速逃跑。 星星人疼得趴在树上。 一旁的铲车男来不及刹车,直接撞在了星星人身上。 他引以为傲的半寿人也领了盒饭。 小帅趁机赶忙跑路,小美一路逃到了甘蔗地。 茂密的甘蔗林成了很好的掩护。 大胖迫不及待,提着装备钻进了甘蔗林。 心里已经做起了美梦。 而光头索性把甘蔗地点燃,想逼小美出来。 小帅看到远处的火光赶忙过来支援。 小美被浓烟呛得想透口气,碰巧撞上了大胖。 大胖本想趁机做点什么。 这时小帅赶了过来。 在心上人面前,他一股作气,抢走了大胖的装备。 直接送他了个段子绝孙。 他拉起小美逃出了甘蔗地。 火越烧越旺,一路烧到了大胖跟前。 大胖作俭自负,终于见了上帝。 同行的光头听到他的惨叫才反应过来,追上去想为他报仇。 小帅拉着小美,一路跑到了森林外面,却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。 原来,这座监狱是建在一座小岛上的。 这就意味着,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离开这里。 这都是官员们编的谎话。 剑逃不掉,小帅便准备拼命。 他不断挑衅光头,让他放下武器,和自己来一场公平的比试。 光头果然上当,两人打斗起来,直接掉进了海里。 光头把小帅安在了水下,两久都不见动静。 突然,小帅一下探出身来,把光头打翻。 谁知光头阴险狡诈,身上还藏着装备。 小帅和小美间打不过,赶忙逃跑。 小美还顺手拿走了光头的刀。 小帅在前面跑,视野开阔。 光头停下来,躲在了石头后面瞄准了他。 可他顾前不顾后,正要开枪时,小美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他身后,一刀下去解决了他。 危机暂时解除了,可小美却被吓傻了。 他一个千金小姐,哪里见过这种场面? 小帅跑过去安慰他,帮他振作起来。 然后两人往回跑去。 不巧,又遇见了铲车男。 他坐在车上,端着高端装备,对着二人一阵吐吐。 小美和小帅只好躲在石头后面,小帅让小美跑到草丛里面声东击西,自己则躲在石头后面继时待发。 铲车男一直往小美的方向攻击,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的嘶嘶寒气。 正当他打得起劲时,小帅从后面直接给他来了一刀,他就这样见了上帝。 官员们损失惨重,囚犯们也只剩下小美和小帅两人。 他们一不做二不休,开着铲车直接冲到监狱,准备和狱警拼个鱼死忘破。 小帅开着铲车负责前进,小美端起装备负责攻击,打了狱警一个措手不及。 在小帅的指导下,小美直接摧毁了监狱里的重工装备和仓库。 这时,监狱里的战斗机发现情况不妙,也赶紧开了出去,准备空投。 囚犯们早就对草菅人命的狱警忍无可忍,跟着两人也加入了战斗。 囚犯们群情激愤,士气高昂,一跃占据了上风,把狱警们逼到了河里。 小美趁机跑到屋里,对着通讯设备一阵吐吐,狱警彻底上失了和外界的联系方式。 而就在这时,贵妇来了,她还天真地以为监狱是他们一伙人的天下,拿着一支箭就想逼小美就范。 可惜她武力值太低,恐吓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,就被小美一招反杀。 小美像开了挂一样,坐上铲车无所畏惧,不停地对着狱警秃吐,囚犯们为了生的希望奋力反击。 这时,战斗机来了,小帅赶忙召集欲友撤退。 由于没了通讯装备,他们的信息不准,扔下的弹药都砸在了狱警头上。 囚犯们大获全胜,终于解决了一支压迫残害他们的狱警,也有了做人的权利。 从此以后,他们便在小岛上过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3. 3.